来 老婆 坐坐坐 今天给一个金鞋 什么礼物 高兴 送一个礼物 啥礼物 啥礼物 拿过来 我开 给 爸爸 啥礼物 你穿一下吧 穿着就到了 我晓得呀 好吧 我们结本弄多饮料 好多饮料 快68饮料 好的 都是68饮料 今天给一个意外的机器 好 我去拿剪刀的吃一下 吃不开的 这里直接可以打开 里面一个小货 眼睛披啥 披啥 给一个金鞋 眼睛睁开 开水 叹叹叹叹叹叹 这是什么 送一个戒指啊 送一个木戒指 取下来袋一下 我给你袋一下 刚好 好看 一层子 手层子 袋起好不好看 可以 好看 老婆 我们结婚28饮料 辛苦一辈子的 还没给你买过什么礼物 今天给你送一枚戒指 谢谢 好不好看 好看 好看 还在金光闪闪的呀 亮晶晶的哦 我去把那个结婚刀拿来 给大家看一下 你去拿 看吧 我们的几十年的结婚刀 还在这里 是红布爆料的 以前都是那种 红布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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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看一下 一看 看吧 里面都空空盐盐的 都放那里烂料 还有下面的上面 看 看 这才是火花 夫妻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以前结婚的照片 结婚的样子 年轻的时候 当时回忆起啊 我们结婚那种 家众都是个人 亲的母公 来住的衣柜 箱子 敲落打钩的 在路上很热热 当时我们也没有 陪着什么婚纱照啊 不是每个人买的那个皮 也没跟老婆买架子 收拾之类的 现在也就是说 想起还是有点寒酸 那个时候 嗯 最后我们结婚来就在外面 福建去打工 在工地上做货路 老婆也一直就在工地上 给我做小工 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走到了今天 一方就是六十多元的 是吧 一方就是六十多元的 一方就是六十多元的啊 不容易哦 时间过得快 你这个买成多少钱 好像骨发钱 是不是啊 对 这个是那个 第二结婚戒指 他们赞助的 妈前面我不是还在量力收支吗 就是爸爸他要送你这个礼物 其实那个第二牌子我并不知道 我们在他那时候大家都喜欢的一种求婚专家 那个求婚专家 只能一生用身份证定制一次 没有身份证买 定制不了的 这次我也是用身份证才去定制的 我借这个机会 给老婆一个惊喜 把这个戒指送给谁了 就代表那个人是自己这一生唯一的真爱 有没有笑 你看我们都是五十来岁的人了 现在送的没戒指 也不玩 拉不到就还不玩 看出个视频去 有很多年轻人 年轻人现在就说 相处在一起 不要吵 不要闹 我也经常跟我儿子讲 谈感情一定要认真 要有责任感 他也跟我说 这个第二个戒指 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 因为它代表承诺 你送的只能送一个人 你要送第二个人 他们不卖 单身也不卖 不帮的身份证也不卖 以后就把它带起了 那都不好意思带起 不好意思 我老婆她带个戒指 她还不好意思 她怕教人 现在都流行带戒指了 老了老了 老了老了 比起老妈都要带的吧 大家说带起好不好看 漂亮 看嘛老婆我们结婚这么多人了 小孩子都这么大了 我们一房也就老了 辛苦了一辈子 是啊 小孩子都不卖 我老了 好 小孩子都不卖 小象 老了 小孩子 太太太 小孩子都不卖 都不卖